3 2 1 開始 現在的酒吧裡 以茶入酒的概念已經非常的普遍了 有許多酒吧或是barkender 甚至以茶酒為專業 今天我們要嘗試在家 做出酒吧等級的茶酒 用點心思今晚就能很不一樣 準備一瓶白色藍色酒 我的手邊剛好有一瓶barkender 小瓶的barkender 那如果你想要用一個比較細緻 比較乾淨而且滑順的口味的話 我會推薦froidicania 甘蔗之花四年 它是一個非常優雅非常厲害的白碗 接著是伯爵茶 可以選你喜歡的茶葉 我們今天使用的是 黃陵跟伯爵茶 20克 接著倒入白色藍酒 200瓦 然後我們這瓶剛好的200瓦 就全部倒進去 然後把容器封好 存放一天之後 倒出來綠掉茶葉 我們就可以得到自製的incuse 我覺得差了久 可是我上一支做的 現在還剩最後一點點 然後我們剛好可以把它拿來做成一杯 凸顯它的茶香氣 同時酒體也非常豐厚的一杯調酒 我們要用到的材料有幫 剛剛induce的這支伯爵茶酒 然後 Redder Moves 甜香愛酒 Angers Peter Angers苦精 跟Simple Serum 白糖糖漿 那首先 茶酒 60ml 60ml 甜香愛酒 15ml 然後 我們要用到的材料 就要把米粉 一到兩滴就可以了 一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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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只需要大概一個八十分的量 讓它的茶感繼續保留出來 同時它的甜味香氣 有一點點的甜味去撐它整個酒體跟香氣 稍微攪拌一下之後 試一下味道 可以加入冰塊stir 我們現在在家就用一般的冰塊就好沒有關係 在酒吧的話會用比較大顆結實的冰塊 那你在家裡用一般的冰塊便利商店買的這種來做的話呢 其實我會建議你冰塊量價多一點點 然後攪拌的時間就可以短一點點 這樣它降溫的時間就比較快 然後激光水就會比較少 我們攪拌的時候就是讓它有三個目的 第一個就是讓它冰塊降溫 第二個是剛剛的材料裡面讓它混合完成 第三個就是讓水分這樣融入進去 所以攪拌的時機你要拿捏得當 不能讓它溶水溶太多 但同時也要充分的降溫跟混合 我們把冰塊濾掉倒進一個高橋杯裡面 這樣就完成了 好啦 IG拍照時間 好久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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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香 非常好喝 五分鐘喝一杯 在家輕鬆享用酒吧等級的調酒 就是這麼簡單 Cheers